放风筝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微风轻轻地吹着。 我和哥哥拿着我们精心制作的风筝兴高采烈地来到体育场。 体育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放风筝的人。 有的在仰望天空中的风筝,有的在做放飞前的准备。 天空中的风筝,花花绿绿,各式各样。 有老鹰,有仙鹤,有蜈蚣,就是没有大蜻蜓。 我迫不及待地对哥哥说,快,快让我们的大蜻蜓飞上天吧。 哥哥让我举起大蜻蜓,他拿着线轴飞快地向前跑,一边跑一边放线。 听到他喊了一声,放,我赶紧松开手。 风筝徐徐徐向上飞去,哥哥牵着风筝又跑了一阵,才停下来。 我们的大蜻蜓,微微地扇动着两对翅膀,稳稳地飞上了天空。 天空中的风筝越来越多,热闹极了。 那金灿灿的小蜜蜂,好像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那红通通的大金鱼,好像在水里游来游去。 五颜六色的风筝,是多么鲜艳,多么美丽呀。 这篇课文很有意思,就是生词有点难。 大家玩得很开心,就是太累了。 这件衣服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 它好像不太舒服,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它。 它们俩又说又笑,好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威 威风轻浮着我的脸庞。 今天天气晴朗,有阵阵威风。 惊心 这件衣服是我惊心为爸爸挑选的。 这是妈妈为我惊心准备的饭菜。 制作 制 制造 制作 研制 这张贺卡是我为小华精心制作的。 工人正在制作一件精致的工艺品。 体育场 哥哥在体育场锻炼身体。 体育场上正在举行足球比赛。 聚集 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这里聚集着很多蜜蜂。 仰望。 仰望 它站在草原上仰望星空。 这座雕塑太高了,我只能仰望它。 放飞 国庆节。 国庆节,人们在广场上放飞和平鸽。 哥哥正在检查风筝线,为放飞风筝做准备。 花花绿绿 花花绿绿的雨伞像一朵朵盛开的花。 妹妹手里拿着好多花花绿绿的纸片。 仙鹤 鹤 鹤鹅鹤 鹅鹤 仙鹤 白鹤 它用纸折了一只小仙鹤 在中国 仙鹤代表着长寿 无公 无 无 无公 公 歌翁公 无公 无公是一种多族的虫子 妹妹非常害怕无公 举 它手举着小红旗向我走来 小时候 爸爸喜欢把我举在头顶 线轴 轴 织藕轴 线轴 车轴 线轴在纺织机器上飞快地转动 风筝飞得很高 线轴上的线都不够用了 赶紧 你们赶紧走吧 别迟到了 妈妈来了 她赶紧把礼物拿出来 松 我刚一松手 气球就飞跑了 她抓着我的手 不愿意松开 徐徐 徐 西鱼徐 徐徐 徐缓 国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徐徐上升 雪花从天空中 徐徐降落 扇动 小鸟扇动着翅膀飞走了 这只蝴蝶受伤了 只能微微地扇动着翅膀 吻 吻 乌鸩吻 平稳 安稳 稳定 十拿九稳 这架飞机稳稳地升空了 它坐得很稳 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 金灿灿 灿 刺岸灿 灿烂 金灿灿 金灿灿的麦田里 农民伯伯在辛勤地劳动 爆竹向外喷着金灿灿的火花 红通通 通 托翁通 红通通 它害羞了 脸蛋红通通的 这个红通通的大苹果 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吃 你的风筝这么漂亮 是从哪儿买来的 是我爷爷从北京买来的 听说中国每年都有风筝节 是啊 你知道吗 风筝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吗 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两千多年以前 鲁班就做出了会飞的木鸟 后来人们又用纸做成了风筝 鲁班真聪明 他发明了锯 还发明了风筝 是的 你看 我有好多风筝的邮票 上面画的都是中国风筝 哎呀 中国风筝有这么多种呀 中国风筝的品种特别多 有动物也有人物 最常见的是燕子 老鹰 蝴蝶和金鱼 这个风筝是孙悟空吗 是啊 你再看这种龙风筝 最长的有三十多米呢 放到天上以后 就好像一条长龙 在天空中飞舞 这么多五颜六色的风筝 真好看 一会儿 咱们去体育场放风筝吧 好 就是我不会放 我教你 风筝 在中国 风筝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古时候 人们曾把风筝用于军事 现在 放风筝成为一种受人喜爱的体育娱乐项目 风筝一般是用纸做的 在风筝上面装上竹哨 风一吹 就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山东围坊是著名的风筝之都 从1984年起 那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国际风筝节 世界上最大的风筝博物馆 也在围坊 一个白天跑 一个夜里转 两个见了面 才能晾堂堂 打一个字 有 Wood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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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